两个月以前在我的门诊上遇到一个少年 这个年轻人今年是25岁 刚刚的大学毕业 因为我在此之前写了一系列 劝导人们要保养肾经 要清静心愿的这些文章发表在网络上 他看到我写的文章之后 他就来找我看病 他说彭大夫 我这种病啊 病了十年了 我都没有找到原因 经过很多医生的治疗都没有治好 花了很多钱 我自从看了你这篇文章之后 我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圈都红了 他说我以前我在十年前 我初中的时候 我是全家人的希望 我每次考试都在全班前十年 我当时的这种状态 全家人对我的希望非常大 将来能考上名牌大学 能考上清华北大 结果呢 在那一年我接触了一个我的朋友啊 就是他说我的有一个同学把我带到他家里面去看了一盘黄色录像 从此之后 我就染上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手淫 这个习惯伴随了我十年 从此之后 自从染上这个恶习之后啊 他的脑力体力极度下降 他染上这个手淫半年之后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讲 肾主乳生髓 主掌于脑 肾者坐墙之端 技巧出焉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肾气若足的话 他有两种脑力 有两种的体现 一种是记忆力 一种是思考能力 一个人肾气足的话 他的记忆力就强 思考能力就强 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好 现在的教育 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 实际上是技能培训 而不是真正的教育 所谓技能培训呢 首先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掌握 必须要靠你的理解力和记力 假如一个人肾气亏须 脑力不足的话 他的理解力和记力都会下降 那个小可 就是找我看病的这个少年 他说 我当时染上这个坏习乱之后 我就发现 自己的脑子好像空了 木了一样 上课的时候 老师在那讲 我就好像是 就在演电影一样 我就脑子一点都不跟着活动 而且记忆力极度下降 做题做不出来 这是他的第一个表现 这是半年之后 第二个表现就是 本来这个小可呢 是当那个学校的足球队的队长 他的体力非常好 满场跑 大家都知道足球必须的体力好 他的体力非常好 跑步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耐力特别强 自从染上这个手赢的恶习之后 半年之后 他的体力急剧衰败 稍微一动 身体就气喘吁吁 大汗凝利 这是什么表现 这是一个人阳气不足的一个最严重的表现 我们反观 现在很多年轻人 稍微一活动 大汗凝利 身体没有耐力 气喘吁吁 实际上都与 伤经有很大的联系 那么这个少年就跟我叙述 他说 我出现这两种表现之后 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 也不想跟别人交往了 也不想跟周围同学啊 老师这样交往 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 谁都不想接触 那么家里人呢 以为我有这个心理上的疾病呢 就给我去找一些医生 心理医生进行疏导 他说 很多心理医生给我疏导完毕之后呢 我当时感觉心情很舒畅 但是很快这个心情又郁闷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种情况 按照皇帝内经的说法 叫做毒避户色忧而出 毒就是单独 避户就是避上门户 色忧就是关上窗户 就是形容一个人 待在一个小房间里边 把这个窗户还有门都关好 一个人独处 这种情况出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出现在 威气不足 圣经大衰的这种 人身上 那么这个少年呢 半年之后 他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大家注意啊 不仅仅是心理问题 是生理问题 导致的心理问题 假如不把他的肾经不足 让他借出邪淫的话 他这个身体永远 他这个心理永远是处于一种阴暗的状态 按照古人的话讲 这叫做阳气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啊 就是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 都会有这种体验 就是假如说你的肾气不足 前一天晚上防尸之后 第二天可能就会 原来的制定的计划 就不想去做了 然后本来心胸里边躊躇满志的这种豪情呢 就没有了 本来第二天想写论文啊 想进行深入思考啊 也无法深入思考 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人的肾经不足 阳气大衰 就会出现这种执行力下降 身体就会出现这种表现 而不仅仅是心里的问题 那么他就跟我描述他这种情况啊 这是第三的表现 第四的表现呢 是心情非常烦躁 非常烦躁 他说我坐在书桌前看书 心里面好像长草一样 根本看不进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因为按照中医理论 一个人渗水不足的话 心火就烫生 心火一烫生 他坐在那儿当然坐不下去 没有定力 那么他出现这四种表现呢 因为他的父母 也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很多企业家 也是为人父母 我刚才讲的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就给大家一个警醒 你们回去之后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孩 不要让他染上这些恶习 我继续把这个小可的这些案例讲完 这个孩子在初三的时候染上这个恶习 一共十年 他都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一直到他在网上看到我写这篇文章之后 他才泛然悔悟 来到诊所找我谈病 因为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说不要激动 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 你还年轻 首先你得有自信心 把自己的这个坏习惯拆掉 第二的呢 我给你帮忙 我会告诉你怎么样不慎 给你太重要 第三方面呢 是一定要孝顺父母 因为只有孝顺父母啊 这个人心情才是最通畅的 心情一通畅 身体的阳气就足 所以说古人曾经说过 他说万恶淫为首 百善孝为先 大家在座的每个人手里 都发了一个蓝颜色的小瓶子 大家请拿起这个小瓶子 就是大会给大家发的这小瓶子 上面写着一段词语 他说 他说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 不斩毁伤 如果一个人 把自己的身体毁伤了 说明这个人不孝顺 反过来 一个人要想对父母孝顺 首先就是要让自己的身心 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不要让父母操心 这个小瓶 十年了 一直让他的父母非常操心 带着他四处求医 没有结果 我跟这个孩子讲完之后 他也是非常的感动 我说 我给你看病是不要钱的 我一诊 你把这药方拿走 随处哪家药店都可以抓 试了这药方 然后再配合 我刚才讲的这些药点 第一个是借除邪淫 第二个呢 就是孝顺父母 你的病肯定能好的 结果他按照我说的做 两个月之后 他给我发短信说 现在我的腰已经不疼了 然后脑力开始恢复 开始有精气神了 做那个工作呢 也是非常的那个 有信心了 这就是 这是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 按照中医的理念 身心是不二的 身体跟心理是互动的 身体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心理的问题 反过来 一个人心理出了问题的话 身体照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以古人曾经说过 他说相有心生 相就是一个人的外在表象 心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 相不仅仅是指的 这个人的面相 身体的种种表现 包括疾病的现象 都属于相 一个人相不好 实际上就是反映的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不是非常的健康 那么所以说中医 实际上是治人的 不是治病的 因为病是长在人身上 一个人 只有他身心双重健康了之后 身体才可能恢复 才可能健康 那么我跟这个小可呢 就给他进行治疗 把这个他十多年的问题解决 而且他的父母也非常感动 对我表示感谢 那么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还要引申出一个话题 就是小可所出现的现象 目前咱们国内出现的非常多 这种现象叫什么呢 叫做都市淫者 都市 就是大都市的都市 淫者是什么 淫是哪个淫呢 就是淫是 隐藏的淫 者就是知乎者也的者 现在很多青少年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待在家里面也不想工作 也不想学习 也不想交往 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面 跟这个过着什么样生活呢 就是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叫做淫老族 这种人群在目前的这个东南亚 就是东亚有一个岛国出现的非常多 我不提那个国家的名字 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引入了西方性解放的思潮 而这个国家所生产的色情的装盘 和色情的书籍 是在整个亚洲排名第一的 这个国家恶暴出现的非常快 什么快呢 就是在这个国家 有百分之一的人口 出现了都市淫者这种情况 都市淫者 我刚才跟大家描述了 就是丧失了工作生活学习的能力 把自己端在屋子里边过着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生活 这按照中医来讲 就是废人 这个人再往下去发展是没有救的 这个人 这种人口在这个国家是百分之一 换句话说 那个国家有一百万的青少年 处于这种状态 咱们国家 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 也都出现这种苗头 在台湾 在韩国 这种情况也非常多见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说明 色情对青少年的损伤 是非常严重的 以至于导致了这些 滥把气糟的这些 自古以来都不多见的情况 在现在社会这么多见 因为 因为古人曾经说过 说一个人 若是肾气不足的话 这将来的一生 就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中医理论 是肾受纳五脏六腑之精华 而储藏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们的肾气 就像这个银行一样 他把身体里边的 这些五脏六腑的精华 都储藏在这个保险柜里面去 然后供你呢 这个一生去应用它 去做事业 去那个服务于社会 假如你把这个保险柜里面的存款 极度的往外提取的话 这个人的生命质量 就会下降的非常的快 也就是出现早衰这种情况 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念一封 有一个患者给我来写的信 他这封信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了我刚才讲的 如若是过度的手淫 过早的手淫 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就是早衰 下面我给大家大体念一下 他说彭博士你好 我想反映一下 我自己的伤经历史 伤经就是伤善 这个手淫的历史 希望对持有 手淫无害论的人们 一个警示 他说我十一岁的时候 染上手淫 然后射精 迅速的沉迷其快染当中 无法自拔 最多一天射精四次 持续八年之久 八年 八年之久 他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 是十九岁 他出现什么情况呢 第一的是骨头痛 全身的骨结疼痛 大家都知道肾竹骨生髓 这个肾气不足的话 骨折就非常的不饱满 容易疼痛 他说十八岁的人身高相貌体重 和一个小学生一样 皮肤黑牙齿痛 头里边有腥臭味 听力差 智力记忆力 更是差得无法说 这是他第一的表现 第二的表现是梦多 一天晚上做梦三次 睡眠质量极度降低 第三的是全身骨骼细小 酸透 软弱 无法长久的站立 十五分钟以上 第四的是大脑经常悬晕 稍微一转圈 就晕得要命想吐 头脑迷糊 有空虚感 经常的嗡嗡作响 第五点是思考力 理解力和记忆力 极度下降 现在肃闲在家 无法继续工作和学习 第六点是手经常抖 手抖是说明什么 是干不足 干风内动 第六点 第七点是驼背 又肾酸透 整个脊柱直不起来 第八点是眼睛突出 第九点是头发 胶扑西疏 我念完这些表现之后 大家很快地联想到一个场景 那就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表现 结果出现在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 这个少年在上一个星期的周末 从家乡 他父母领着他来我的诊所探病 一见到这个孩子 他所说的这些情况 所有的情况都表现出来 而且就像一个早摔的小老头 大家注意哈 大家注意哈 这就是商经的果报 也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实际上在网吧里 在电脑上 在电视里 他们在学校里面所议论的话题 与这都有关系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青少年的损伤 希望引起各位在座的为人父母的企业家们 老师们引起重视 第二点呢 就是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自己身边发生的故事 那就是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他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他所表现的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以丑为美 我们在同学聚会的时候 那是前年的寒假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当着很多人的面 他说 彭心你是学中医的 你给我爸爸卖 看我身体是不是特别健康 我还没把他卖 他就说 我现在的这个 性欲啊 很旺盛 身体很好 说明我身体很好 你试一下 我一试他的脉 我心里边暗自嘀咕 我说恰恰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肾脉 是非常亏虚的 这种亏虚是什么表现的 就像一盏油灯啊 在油快要没有的时候 那个火苗是最旺的 他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说你这个肾气已经亏的不行了 你要不然 要是不把这个问题谨慎的话 将来会出现种种的恶报 身体会出现种种的情况 我是私下里跟他讲的 他不相信 他说 我这身体很好 而且我很年轻啊 以此为荣啊 经常换女朋友 这样子 我说你必须得注意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身体是不会复原的 而且将来的灾难也不远 因为这个 按照中医来讲 中医理念有一个叫做虚则抗 就是一个人真正虚弱了之后 他才会亢奋 一个人真正充实的时候 他是不亢奋的 永远是稳定的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 他叫做经满不思欲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精益充沛 这个肾气非常足 肾经很充足的时候 他那个欲望是很低的 那么反过来 经虚的话 欲望就重 我说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顶多维持半年 半年之后 你会出现各种各样身体的表现 他不听 结果第二年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 他坐在那里 整个人像蔫了一样 冬天 在一个屋子里面 我们一起吃饭 他还戴着帽子 然后谁都不想 他谁都不想接触 也不想跟大家说话了 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情 完全丧失 我们周围同学就小商告诉我了 他说 彭琪啊 那个 咱们那个鲁同学 他姓鲁啊 鲁同学 在半年之前 那个头发脱没了 光头了 男生 这是男生 头发脱没了 然后呢 骨折过两次 而他这种骨折呢 都是跟别人 就是骑自行车 不小心一碰 就骨折了 然后我就想 我说 按照中医理论啊 这个人的肾气 在哪方面表现出来 就是在头发上 中医有句话叫做 肾之滑在发 也就是肾的精华 体现在头发上 这个人肾气若不足的话 头发就会脱落 胶酷 没有光泽 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肾气表现在 这个骨折上 假如一个人 骨折很坚硬 很饱满 很那个有劲的话 筋骨很强壮的话 说明他的肾气很足 假如说 这个人经常骨折 动不动就 那个 这个出现 这个筋骨上面的损伤的话 说明他肾气不足 因为肾 足骨生髓 这个骨折不强壮 不饱满 就说明他肾气不足 所以说 这个同学 一年之内 出现了两次的骨折现象 这都是 非常少见的 在年轻人来讲 年轻人应该稍微一碰 不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骨折 结果他出现得很频繁 所以说我就联想到 这个 在这个宋明啊 有一个 在唐朝啊 有一个传说中的神仙 实际上也是真人 这个神仙叫做吕洞宾 吕洞宾 外号叫做吕纯阳 他曾经写了一首诗 他劝导世人不要邪音 这首诗怎么写的呢 他说 二八家人体四苏 就是二八家人 就是十六岁的少女 身体非常的好 娇好 腰间杖剑斩完肤 虽步教君 人头落 暗地使人骨髓枯 说白了是什么呢 就是二八家人 一个非常交好的少女 看上去很好 他不把你的人头毯下来 但是却暗地里 把你的这个肾经啊 骨髓啊 小好沾 那么我们观察生活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有一些人啊 身体外形看着很肥胖 但是放在秤上一秤呢 他的体重却特别轻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 是一个人外在体型 看着不是很胖 不是很 很胖 很强壮 不肥胖 他放在秤上呢 一秤却特别沉 大家注意 这个身体外在胖 然后重量轻的这些人呢 实际上就是 内在的这个骨得的气不充足 也就是骨密度降低 骨质疏松 这实际上就是伤肾的一种表现 在现在流行的一个养生理念呢 叫做补带 大家都知道啊 补带 天天广告就说吃什么带片 吃这那那个 补带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一家人都吃一锅饭 都吃同样的菜 为什么你缺带 别人不缺带 不是因为饭里边没有带离子 没有这个带的这个元素 而是因为你身体根本藏不住这种带质 我们都知道 一个人骨得 骨密度增强的时候 肾气足的时候 他这个骨得是非常充盛的 而且骨密度也是增高的 带质增多 假如说 一个人 肾气不足 你即使给他吃上一吨的带片 他都不会把这个带给封藏到身体里面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明 中医的理念啊 不仅仅是考虑到物质这个层面 中医的理念还考虑到 能量和信息这个层面 我们都知道 现在 科学家 就是现在的物理学前沿 已经认识到 我们整个世界的组成 就是物质 能量 信息 三个方面 而现在的医学呢 大部分考虑的都是物质 在能量和信息考虑的不多 但是中医学恰恰 就是把物质 能量 信息 统在一起 考虑 中医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叫做气 这个气 把这三个方面的内涵 都包含进来 那么我 我跟那个同学 我跟我的同学说 我说这个一个人 肾气不足的话 他这种骨折 就容易 骨折 就容易骨密度减低 然后就容易骨质疏松 这个同学 他的表现就是 一年当中 骨折两次 那么这就体现 肾气衰败 而且头发脱装 头发脱装 所以说他戴着帽子 那么按照中医的望诊 因为我们作为职业医生 也非常喜欢看这个人的气色 他的气色是透露出一种什么感觉来 大家注意 脸色苍白 而且灰 发暗 两个眼圈呢 特别的黑 这是什么呢 这是肾 已经开 肾的本脏已经开始衰败了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保证在两年之内 就会出现肾衰肾炎 透析这些恶暴 就会出现这种表现 这在古代的一案里边层出不穷 我们都知道 袁世凯是怎么死的 是找了多少 姨太太到最后 把她的身体给逃须了 肾气一须 袁世凯是死于尿毒症 大家知道吗 尿毒症肾气极度衰败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我当时当时说 这番话是在我自己内心当中想 这个同学在一年之后 肾气不足 然后因为肾病而住院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中国老祖宗的教导 实际上是让你的身心变得安稳 假如说你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来做的话 恶暴就会不断 那么这种不断呢 有时候直接体现在你的身体上 而且这种速度呢 却是非常快的 中国古圣先贤 有一句话的教语 它叫做天道祸淫最速 天道就是上天的这个道 就是自然规律 天道实际上就是自然规律 祸淫 祸呢就是灾祸 让这个邪淫的人呢 出现灾祸 这种速度是最快的 实际上 我们学传统文化 我们知道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所谓的祸和福 并不是老天给你安排的 而是你自己赶招来的 这种赶招实际上就是你 错误的思想 行为 做法 所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不良的身体 心理 状态 以及事业 家庭的重重损杀 那么我刚才讲的 这一系列案例呢 恰恰就印证了 古圣新型的教诲 叫做天道祸淫最速 所以说我们反观 现在的影视剧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这种媒体上的宣传 宣传 在宣传什么呢 在宣传 邪音 倡导大家 对这个色情感兴趣 以什么作为表现呢 以这种暴露的图片 和暧昧的文字 以及露骨的镜头 作为表现 让人们的内心不平静 那么产生的这些外在的表现 那么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的青少年 尤其是80后 甚至是90后这一代人 是吃着什么长大 是吃着激素长大 激素啊 大家注意啊 现在的肉类的 鸡肉鸡鸭鱼肉 这些牛奶这里面的激素含量非常高 所以说前几天 我收到北京市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他统计说 现在的女生来月经的时间 是平均是9.2岁的 9岁的女生来月经 以前在30年前 中国人的平均来月经时间是12岁 那个时候是正常的 现在的这个时候是不正常的 是非常不自然的 不自然的状态 用中医的眼光看来 那就是病态 现在的孩子是被激素催熟的 这是内在的问题啊 身体迅速的发育 内在的荷尔蒙增多 那么外在环境是什么呢 外在环境是放眼望去 满目疮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放眼看看这个社会上 所宣扬的 甚至是国家的一流媒体 主要的电视台所宣传的 所播放的那些电视剧 广告 还有一些所谓的新闻 画边新闻 都在宣扬这件事情 使得这些青少年 内在的这个身体 处于一种向火旺动的状态 那么外在呢 又是这种诱惑这么多 于是还有一种误导是什么呢 就是教材 在青春期教育里边明确的写 手淫无害健康 于是这三方面加在一起 就导致现在的青少年 我们走在大街上 就会发现 很多人是属于 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 我曾经看过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人们 青少年的那种 红光满面的情况 现在在现在这一代年轻人里面 已经荡然无存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对于我们整个民族来讲 都是一种很严重的问题 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那么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纠正一个误区 就是手淫无害健康 这在几乎每一本教车书 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里边都这么写 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他说男性手淫所射出来的精液里面 是什么成分呢 是蛋白质 核糖核酸 碳水化合物 经过分析 然后呢 这些营养成分呢 跟一杯牛奶的营养成分是近似的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一次手淫射精之后 用一杯牛奶或者吃一个鸡蛋 就可以补充回来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想 好像是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问题非常多 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 他这个西方的这个理念里面 他只注重分解 分解后的营养成分 他没有注重合成 我打着比方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可能今天或者明天都会 手里面拿到一张光盘 那就是和谐拯救危机光盘 一个光盘里面所含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把这张光盘打碎敲碎 然后分析它的化学成分 你会发现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 跟一个被人扔了的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 是一样的 但是一张光盘充满各种信息的光盘 跟一个破旧的一次性饭盒的价值 能同等吗 肯定不能 那么反过来我们问 男人一次设的经 他可以制造出下一代 他所传承的这个经子经业里面 所传承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信息 都是极度的浓缩和汇聚的 经业 男人设的经可以传宗结代 反问 牛奶可以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说这种理念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 古人曾经说了 他说一滴精十滴血 他说的是什么道理呢 他说人体吃了这么多营养合成一滴精的精华 所消耗的你的身体的元气 跟合成十滴血所消耗的元气和能量是同等的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一滴精液跟十滴血的化学成分做是等价的 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现在的很多西医和现代医学工作者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人 对中国古圣先贤的医学著作的一种误读 误就是错误的误 读就是阅读的读 是对他们的这种古圣先贤教育的错误的理解 那么他们认为古人说的没有任何道理 于是就进行批驳 甚至在教科书里边也这样讲 那么我的这些临床案例恰恰就印证了 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 是霍罗殃民的 我们都知道 在热尔曼民族要想征服全世界的时候 那个民族的统治者曾经制定了一个规矩 就是所有的男子青少年在睡觉的时候 必须要把手放在被子外面 不能有这种歇淫的行为 因为他知道要想强国强种 只有从戒歇淫开始 一个男人若是圣经不足的话 他将来的这个事业家庭 以及整个人生都会非常的奇惨 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一个专门从事 警犬培训的这个好朋友 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也作为参考 什么例子呢 他发现警犬 嗅觉很灵敏 警犬 警犬在进行一次交配之后 他的嗅觉的灵敏度降低一半 大家注意 警犬在三次交配之后 直接淘汰 没有破案能力 人也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 这个人的智商 就是人的智商 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智商 跟他的性方面的严谨程度 是成正比的 我们都知道 全世界智商最高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里面 智商最高的是德系犹太人 他的平均智商在130以上 这个民族有着极其严谨的性禁忌 非常严谨 在西方叫做处女情节 就是对这个男女性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不能乱来的 那么反过来呢 智商最低的民族是中非和南非的这些部落民族 在这个部落民族 那个男女的性是非常泛滥非常开放的 平均智商是54 大家注意 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文明程度 以及身体状况 以及智力状况的一种最直接的体现 我们古人经常形容 一个人说是富贵 贵指的是什么呢 古人说叫做后者富 轻者贵 后指的是什么 就是指的一个人非常厚道 有包容心 这种人是富的 有财富的 什么样的人贵呢 贵就是指的一个人轻 轻指的是什么 就是头脑身心特别清静 只有身心清静的时候 你做事情才会周密 考虑问题才会周全 做事情才有定力 然后你的思维能力 以及同朝全局的能力才会增强 这种人 这种人在社会上地位是高的 所以说地位高就是贵嘛 富贵代表的就是清拙啊 所以说这个头脑越清 越清静的人啊 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啊 放眼望去 越清静的这个民族 他那个社会地位就高 越不清静越浑浊的这些民族 他那社会地位就低 而且处于一种落后的原始的状态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中国古圣先贤 老祖宫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些宝贵的财富 都非常的有这个价值 而且是经得起时代和民族的检验 那么我跟大家汇报的 汇报的这些题目呢 就是把青少年伤经也得讲完了 下面我跟大家再讲一个话题 那就是女人伤经会导致 什么样的恶报 我刚才讲了 因为在座的80%的是男同胞 我刚才重点是讲的男性的伤经 那么女性伤经一共分为四点 对身体的损伤也非常严重 首先就是女人受淫 对肾也是有损伤的 这种损伤呢 实际上最直接的外在体现 那就是毁容 我在临床中 试过好多这样的女孩子 她在 她因为她当时不好意思说 她在留我的信中 她说她从很小的时候 接触这些色情的这些文学 就开始染上这个恶习 结果她的一个外在表现是什么呢 头发大片大片的脱落 脸上长挫疮 我们都知道女人是很暧昧的 脸上长挫疮 是非常对她自己的自信心 是非常打击的 而这种女人的就肾气不足的女人 长的挫疮有这么几个典型的表现 第一个集中在下颗周围 因为下颗代表的是肾 集中在这儿 第二点 这个活窗的这个深度很深 是暗窗 就是根儿特别深 然后颜色是毁暗的 再有一个是脸色青黄 尤其是从这个扇灯 也就是从印堂这些地方 到这个嘴周围 全是青黄青黄的 一旦出现这种表现 那就是女人上肾 肾气褪虚 这种挫疮是非常非常难治的 这对女人来讲就属于毁容 所以说而女人最喜欢 最在意的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容貌 而她所做的这个伤筋的事情 恰恰就是对自己容貌的极大的损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女人这个 第二点呢 实际上就是女性是属于一种被动状态 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 是男人战主导的这个社会 对不起 不是男人战主导 实际上女人也很重要 就是对不起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 实际上男人是主动的 很多女性是被动的 那么被动呢 就造成一种恶果是什么呢 就是堕胎 很多女孩子堕胎 所导致的腹车病非常多 我在临床中所遇到的 25岁到35岁这个年龄段 也就是80后70末这段时间出生的这个群体 找我看复特病的80%都有过堕胎的历史 而且凡是有过堕胎的这种情况的 女孩子的复特病都是非常非常难治的 按照现代医学统计 他们认为这个女人 跺一次胎 就会降低25%的生育能力 换句话说 跺四次胎啊 跺四次胎 留四次产 她这个生育能力几乎降到零 所以说我们放眼望去 现在很多女孩子 很多女孩子 怀着怀着孕就流产 滑胎 然后胎死腹中 这是什么原因 这实际上就是她自己对 自己这个生命以前不负责任 以前有过堕胎的历史 就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情况